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大家好 杜茜茜 现在厦门生活节奏慢慢恢复了 听说在石北那边有一个特箱包非常火爆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就是石北特箱包 一个十块钱一个十一块钱 也是一个咸一个甜的 那我们来试一下 听说这家店在厦门开了二十几年的 声音非常火爆 我看来到底什么好吃的 这一直有人推荐的 刚才我们买的时候就在排队了 怎么样 里面裹了很多白芝麻 这口比较大个像枕头一样 一个有撒芝麻 一个没有撒芝麻的 还蛮鲜的 这里面有一股很浓的奶鲜味 还有一点未必的钱 那这个就是十块钱的 还不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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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听很多网友说家电生意好 屋台都不好 不过我没碰到 我觉得他们屋台都挺好的 这个跟枕头一样似的 这个 这个就是甜味的 一个十一块钱 咸味奶鲜味更重一点点 然后这个会更淡一点点 但是整体来说 我觉得咸味更好吃一点 它咸不是非常咸 淡淡的咸 而且里面很松软 这个来当早餐非常不错 这个跟我讲吃的特香包 确实会更好吃一点 我觉得排队也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还存在了很多 下班人的回忆味道 老下班人是从小吃到大的 而且能按24小时营业的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忙点个关注、收藏、分享 拜拜